自己slow motion 有沒有 因為呢 今天我們來麗寶賽車場參加 Musserati的Check Day 大家有沒有看到現在的室外的溫度 應該只有十幾度 大寒流 可是每個人都超high的 然後呢 我今天第一台要試駕的就是 欸 彤哥 我今天要試駕的第一台就是Ghibli的Trofeo 也就是他們最頂級的搭配Ferrari 幫他調校的3.8 V8渦輪增壓引擎的這一款 好 等一下我們就趕快著裝 先上車 好 那我們現在上車 通常你來參加賽道上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啊 先尖叫 沒有啦 你要先調升你的坐姿 那像因為他們家的車都是有 標配了12項的電動調整 所以你看 第一個我會先把坐姿調到最低 因為你在賽道裡面 坐越低的話 你越能夠感受車子它的重心跟動態 好 然後坐姿好了之後 記住 因為這個都是自排車 所以你的左腳一定要穩穩的 踩在你的休息踏板 然後椅背不要太躺 當你在開的時候 你的左腳要用力往後挺 往後挺的時候 你的背就會自然的貼住這個椅背 那這時候你的手就可以再更放鬆 不用這樣很濕力的狀態下去撐住你的身體 那當你的身體穩的時候 你開車才會精準 才會輕鬆 好 那我現在就要來發動了 然後記住 Maserati發動也是在左邊 下次不要忘記 然後今天我們總共會體驗6圈 其實一般的這種賽道活動啊 它很多都只讓你體驗關卡 或是沒有開放全場 但是 Maserati就是一個賽車起家的品牌 它怎麼可能不讓你跑全場 所以它不但讓你跑全場 它還讓你跑6圈 那麼多 好的 然後 好啦 我要冷靜一下 跟它消脖耶 好 這個真的很有力耶 輕輕踩油門就覺得好有力 而且大家有看到它這個撥片超大的 這摸起來就是舒服 暖個胎 欸 其實這樣暖胎也蠻好玩的 暖胎 暖胎 它會不會彈到嗶 請不要蛇行 請後面來給你不要暖胎 對 我在暖胎 warm up 前面那台想到後面那台是響尾蛇 我今天這樣是因為我後面完全沒有車 你不能在check date的時候 這樣真的會被趕出去喔 然後像Trofeo的車型 它有這個彈射旗袍 所以 像這個車型 嗚呼呼呼呼呼 呦呼呼 呦呼 光這個聲音聽起來就 呦呼 嗚 有沒有 這個聲音 我覺得我應該不要吵 讓大家好好好的聽 你們有沒有聽到那個聲音 真的很像暴風的聲音對不對 它根本就不是地中海的微風 我們不要被它騙人 它就是一個暴風 像這個車型 嗚呼呼呼 兩分鐘後 你拍起來還是很正常 你剛才有聽到那個聲音嗎 什麼聲音 天啊 我以為是聲浪 我就想說 你以為是聲浪 你以為是聲浪 我還說你們有沒有聽到我像暴風 我們現在回來換車 換這一台是Quattropote GT 然後其實啊 Masrati他們家的車啊 這個配備還滿好記的 基本上他們都有Skyhook電子懸吊 那電子懸吊它就會幫你去 依照你的這個設定 然後去調整阻尼的硬度 然後他們家呢 都是前麥花城 後多連桿的一個懸吊 就是都是比較跑格的一個設定 接下來呢 我們現在要來體驗的是 Ghibli的GT 也就是它最入門的車型 搭載它2.0升渦輪增壓引擎 油電的這一個版本 這一趟呢我前面是桶哥 它是2.0的引擎 所以它的車頭 你很明顯的感覺到它車頭是還滿輕的 所以像剛剛有一些 有點連續彎下坡的這個狀態 再加上它是後驅的 所以其實它的整台車的反應非常好 那當然因為這個懸吊 畢竟它是還是帶步用的 日常生活的這種設計 所以它不是那種很Hardcore的那一種 那但是開起來呢 你就覺得它的運動感是有的 就是它雖然不是很直接的那種 運動化設定 但是它是你壓下去之後它會撐住 它不會說有多餘的擺動或晃動 讓你覺得就是很不安心這樣子 只是當然啦你在賽道裡面 你當然是3.0 V6 或是3.8 V8 這一種當然開起來它會更過癮 好 接下來呢我們要試的是Levante 一樣是地中海裡面的暖風 Levante的GT 所以說實在我覺得它這一套動力啊 如果你在一般的道路上順順開的時候 其實它是非常好開的 因為之前我有在一般道路試過 Ghibli的這個GT 然後其實就是它的扭力的反應變得更明顯 那這種休旅車因為車子也比較重 所以照理說它的煞車點應該要再更早一點點 但是基本上呢 因為今天本來他們設定的煞車點 就已經是比較早了 所以就按照他們的煞車點就是 這樣比較安全啦 因為你要想一台車從早到晚這樣子 都一直在激烈的試駕 是真的會容易讓它的這個 而且水可以 對 今天呢也跟大家說明一下 其實新年式的馬薩拉蒂家族 他們做了一個很大的變動 就是在車名的部分 最入門的標準版叫GT 中規這個運動版的車型 叫做Mondena以及頂規的性能版 一樣維持叫做Trofeo 那雖然說在動力的部分 其實跟之前都是一樣的 但是啊 它有依照各個車型不一樣的版本 然後各自有新增了一些配備 例如非常實用又漂亮的 矩陣式的LED頭燈 所以如果說你對哪個車型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去仔細研究一下它的規格 然後啊 帶大家來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這麼多大量的 然後尺寸都這麼大的性能胎 辦一個賽道日 真的要花很多錢的 這些都是要讓他們這些 VIP的車主啊 還有媒體來體驗 然後在賽道裡面 你才能夠真正的去感受一台車 它的性能 它的操控 所以這種活動真的很棒 好 今天呢 Maselati Track Day的活動 也要差不多要結束了 然後結束最後帶你們看一看 漂亮的超跑MC20 好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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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